亡魂原因积聚了大量死怨石的缘故 荒原上阴煞之气极强 人处其中不消数日便会死亡 就算是修者若常处其内也会受其影响 侵蚀体质削弱生命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里离天神宫很近 羽精虽然未能将他们带入天神宫内 但至少将他们带到了亡魂园 与天神宫可以说只差一步 有羽精 还是小丫头灵力 下一刻一想到 羽精能把我们带过来 也能把我们带回去 哥哥你有宝儿给的白虎鲸鞋 你一定可以控制羽精的 说着已从许汉玲身上取出了羽精 只是此刻这晶体暗淡无光 再不复之前的光辉耀眼 唐杰接过来看了看 摇摇头头 能量已经耗尽了 暂时无法使用 啊 怎么会 一一睁大了眼睛 唐杰轻轻将羽精举起 宇宙二精虽是神物 已需能量推动 本来 以羽精之能 这样一次小小的界内传送 当不至于耗尽能量 问题是 此物受损 缺了一脚 就和前锋珠一样 相当于破了一个洞 这个洞 不能破在底部 而是中央偏下心 洞下还能蓄水 可一旦过了那个洞 能量就会自己慢慢的露出来 再加上 此人是依靠白狐血 强行推动的 身无血脉 不懂空间之道 而勉强发动 其对能量的消耗 十倍于平常 又有你我临时加入 自然是一下就消耗了所有能量 也幸亏他能量不够 不然 我们现在只怕已经在天神宫内了 那我们怎么办 依依问道 唐杰收起语精 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这 只要离开墨修 我们就安全了 他这话说完 突然察觉到什么 看向许汉玲的尸首处 修者只要修成灵体 死后大部分血肉便进化灵气消散 偶有魏灵 异化飞灰 几乎不留成形之凡物 若有一流 也只说明此人修炼的不到家 正因此 如归虚之称 一板也就是指三窟之后的人 在此之前纵然死亡 灵归天地 也看不出多大动静 因此 连入洞归虚的资格都没有 这许汉玲 好歹是一位真人 虽实力一般 也是灵体有成 此刻死后 全身进化灵光 虽不像须木扬 罗寒珍那样天降灵雨 好歹 也有灵光彩霞映现 但就在这时 唐杰却看到 许汉玲的遗体处 不知为何 竟多出了几块石子般的物体 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修炼不到家 遗留的遗体 在修界 称为 修谷 即托凡不够 遗留下的一点凡物 阴数杂志 故称修谷 一指 小木不可凋野 此刻 唐杰看着那 许汉玲的修谷 突然蹲下身来 在其中 检取出一样东西 此物看似修谷 实际却有不同 修谷是灰白之色 这东西 却是白中带了些黄 看起来 似金非金 似木非木 唐杰将它 举到眼前仔细看 突然间 那雾上灵光一闪 仿佛有什么画面 一闪而过 唐杰心中震惊 猛地将那东西扔了出去 大喊一声 不好 这是蜜骸 蜜骸者 一种植于体内的特殊法器 使用此物 纵万里之外 亦可被定位追踪 而且一旦植入 就无法取出 此物的隐蔽性极强 极难被发现 纵然子府大能 亦不可查之 当然 价值也是极高的 因此 多用于高级别的密探 像许汉玲 这种真人级别的内应 被植入此物 一点都不奇怪 问题是 这样一来 他的位置也就暴露了 此刻 唐杰抓住蜜骸 施动法术 一只小鹰 已被他变出 将蜜骸 往那鹰嘴里一丢 小鹰 已向着另一侧飞去 不过 利用小鹰转移蜜骸 只是一时之计 一旦让天神宫发现 必然能推测出 许汉玲已死 有人取走羽精之事 到那时 一旦发动天罗地网 就算是唐杰 想要逃离墨丘 亦非亦是 无论如何 要在天神宫发现之前逃离 唐杰抓住一一道 我们走 以带着一一 向空中飞去 墨丘在西 温馨在东 因此 不管自己身在墨丘何地 一路东飞 都是没错的 一路急飞 在飞了约半个时辰后 唐杰突然看到 远处天空 亮起一道冲天的烟霞 那烟霞 一直冲到高空中 至高处 方才停止 却化成数百道光影 向四面八方飞射 大片的光影 瞬间拉满了 整个墨丘大地 看到此景 唐杰知道完了 天神宫一定是已经发现了蜜孩所在 从而意识到 许汉玲已死 雨精落于他人之手 此刻的烟花训后 便是报警 训后一起 全派戒备 不仅是天神宫 就连天神宫下辖的那些小门派 也会接到讯息 阻拦一切可疑的敌人 如今唯一可庆幸的是 由于喜悦派离这边太远 那边的事情 当还没传来 所以 天神宫应该还不知道 谁和许汉玲 一起传了过来 又杀了他 夺走雨精 但是唐杰相信 以天神宫的实力 最多一天时间 他们就会知道 是谁来了 只要知道是唐杰 相信 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天神宫上天入地 都不会放过他 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把他挖出来 所以 一天时间 就是自己逃出末秋的关键 以唐杰现在的速度 要是横穿末秋 一天时间 还是有很大希望 冲出末秋的 明白了这一点 唐杰全力向东冲去 在天空中高速飞行 借助于云层 唐杰小心地避开探查 空中时不时地 会有一道道神念扫来扫去 那多是一些 新摩期以上的强者 在搜寻探查 不过 唐杰有十一在身 到不予被发现 但是 十一可以遮挡神念 却无法遮挡肉眼 时不时冒出的一个个修者 却是让唐杰 大感头疼 这也难怪 即便不知道 此刻来的是唐杰 仅凭雨精一物 也值得天神功 大举出动 这使得唐杰不得不更加小心规避 依仗洞察 他总能先一步发现附近的敌人 从而做出闪躲 只是这样一来 速度也随之放慢 然而 很快 新的麻烦来了 天亮了 在一夜杀戮与逃亡之后 这个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 天空中重新升起了朝霞 光明统治大地 视野变得清晰 唐杰的躲避也变得越发艰难起来 天神功的搜寻尚未加紧 唐杰却已隐隐感到 一种外松内紧的压迫感 他不清楚 天神功这个时候 是否已经确认了 唐杰在墨丘的消息 但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感 已让他越来越感到 往前行 怕是走不通了 尽管如此 唐杰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小心翼翼地前进着 不到最后一刻 他都不会放弃希望 尤其是他手中还有一张逍遥符 不过此物价值极高 得来不易 而且是乱续传送 谁也不知道会传送到何方 因此唐杰轻易不愿使用 至少现在 他还不是没有闯出去的机会 他借着云层低飞 利用复制树把自己遮护起来 像一只雄鹰在空中飞行 如有必要 他不介意用复制树来一次强行闯关 四周依然时不时的有修者出现 不过都被唐杰瞒了过去 为此他的速度更慢了 当夜晚再一次来到时 唐杰终于飞到了金口关一带 这里是墨丘的边境所在 只要过了这关 就是荒无人烟的修者战场 吴生园 过了吴生园 就是七绝门的地盘 七绝门与天神宫之间的仇恨 来源很简单 就是地盘之争 站在云端 向着金口关眺望了一会儿 看不出什么端倪 唐杰想了想 先是向着关口南侧飞了一段距离 找准一个山头 然后用复制树复制出一个自己 和一只遮住复制体的巨大金雕 最后 在他的控制下 金雕与复制体向着山外飞去 他们尽可能地贴着云层飞 不给敌人发现的机会 然而 就在金雕飞抵山顶空中的时候 那空中突然来了一阵风 将山顶的云进阶吹散 金雕再无误折挡 就这么暴露在天空下 随后 一只巨大的 有着半红半蓝两种色泽的双头怪鸟 向着金雕飞来 绕雨 唐杰心中震惊 此鸟名叫绕雨 一种极为奇特的珍稀怪鸟 生而通灵 天赋冰火 极其罕见 唐杰没想到 这里竟然会有绕雨出现 此刻 这两头怪鸟一出现 对着金雕 就是一口冰霜喷去 那金雕 只是幻化而成 哪里可能挡得住 这绕雨的攻击呢 只一下 就被冻成一个大冰驼子 从天空中落下 它这一落 下方掩护的复制体 再也藏不住 终于暴露出来 下一刻 就听山中 无数爆荷响起 在这 就见一瞬间 也不知道 多少法术光辉闪耀 点亮了整个山头 无数法界 以刺破苍穹之势 刷刷刷 向着复制体袭来 惊得那强大的绕雨 也不敢逗留 尖丝一声 高飞而出 大片的法术 如无数喷泉般 逆卷而上 直冲天际 将复制体 彻底淹没了 就听 哭的一声清响 复制体 碎裂无踪 看到此景 唐杰知道 完了 天神宫很显然 已经知道 是唐杰到了墨丘 这一点 从他们看到 唐杰的反应 就可知道 只是他们假装不知 却在这通往 国境处的地方 重兵不服 就等着唐杰上钩呢 看他们连一朵云 都不让过 一只鹰都要图 就可以知道 上天到地下 如今末秋 国境线上的 每一个部分 其实都已被布成 铜墙铁壁 就算是一只蚂蚁 都别想过关 此刻 复制体被毁 唐杰再不犹豫 急忙发动 逍遥游符 方向锁定东方 没想到 就在逍遥游符 亮起之际 远处突然传来一股 宏大磅礴的气息 这气息是如此强盛 逍遥游 那颗撕裂空间的力量 撞在这股气息上 竟是生生反弹回来 不仅如此 甚至于符纸上 还出现了一道 轻微的裂痕 这一下 把唐杰惊得是 非同小可 知道不好 恐怕天神功 早就用了手段 防备这种手段 没有在第一时间 使用逍遥游符 但有侥幸心理 是唐杰最大的错误 当他发现时 已是太晚了 或许是之前 数次的争斗 让唐杰小看了天神功 结果就是 这一次 天神功没有小看他 犯错误的 反而是唐杰 而这个错误 无疑是致命的 此刻 唐杰再不敢犹豫 转身就朝后飞去 与此同时 无数道人影 呼啸飞起 向着四面八方 急射而去 他们不知道 唐杰在哪 但既然出现了 复制体的唐杰 那么 真身 肯定也就在不远处 此刻 上至化魂 下至百炼 无数弟子 连性命都不要的 如洪水般蔓延开来 疯狂的寻找唐杰 原本空旷的天空 一下变成了菜市场般 现出无数人影 在这天际间 画成一道道流光乱窜 看得人眼都花了 更有各种侦察法术 弥漫天空 云层进阶消散 整个天空 也变得透明如今 就算是只蚊子 也休想躲过 他们的追踪 妈的 唐杰低骂一声 只能在尸个隐身术后 一头向地面栽去 人海战术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最实用的战术 在大量修者的面前 再多的复制体 也没有意义 十一同样不起作用 唯有立刻落到地面 借助于花草树木 这种原始的手段 反倒能躲过一些人的眼睛 因为大部分的探查能力 都是针对法术 而非实物作用 包括唐杰的洞察 也是能够看破一些 低层次的小法术 却看不透一块石头后面 藏着什么 然而 要想下到地面 首先 就要下落那百米长空 唐杰虽然会隐身 但是 他隐身的术法 实在低级 神骁剑典里 倒是有高级的隐身术 只是修炼艰难 唐杰不以隐匿刺杀为目的 因此 也就没钻研过 此刻 一路下坠 就在他飞下的同时 有无数道目光 看破虚空 这人多就是好啊 总有一些精善洞察的 几乎是一眼 就看破了他 低级隐匿术 同时呼喝起来 在那儿 然后 就是几道光柱 破空袭来 点亮了整片夜空 将唐杰的身影 照得先毫避现 下一刻 无数大手 已是轰隆隆 对着唐杰拍来 这一下攻击 便是化魂真人应受了 多半也是死定了 就在攻击铺制的同时 唐杰一个闪身 发动乱风部 人已是凭空出现在另一头 躲过了大部分攻击的同时 唐杰手一扬 甩出一雾 却是一截烂木头 这木头刚一出现 便一化为二 却是变成了两个唐杰 一起继续朝空中坠落 杀 一声断鹤 骤然响起 这声音 如震于唐杰心底 震得它是心神俱灿 知道 这是阴沙类的攻击 却是可以无视它复制的幻影之术 果然 天下无无敌之能力 只要有所准备 总能找到对策 复制术曾经在风不至眼前出现过 因而 此术于天神宫早不是秘密 正因此 在复制术出现的那一刻 对方第一时间便有了针对之策 这一下阴沙 震得唐杰狂吐一口鲜血 以他天灵法体 承受不住这一下阴沙 可见使用者的境界 至少也是灵魂修为 与此同时 又是三声断鹤 一下接一下响起 震得唐杰脑际发晕 竟是连精神都无法集中 想要施法 都变得艰难无比 都变得艰难无比 好 监管 所有捻